整台車戰鬥感十足 風車值1368萬 他選到2150萬 內裝下了很大的功夫 用拉的開門 引擎室也是卡蹦材質啊 任何角度看都是藝術品 Lamborghini加碼南港的保養廠 那今天有一個非常非常興奮 就是我上一集提到的 我們干爹的Tenica要交車了 找這個鄉型的拖運車 來把車拖到我們內湖藝術做鍍膜 我們會把這個過程全程記錄下來 給大家知道 而且現在是4月27號 我明天就會上片給大家看 我們要挑戰就是要開箱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拭目以待 Go 好喔 我們乾爹的車已經順利上拖車了 我們等一下拍一小段他在路上的過程 然後就趕快回內湖店來賭他 來迎接他好不好 走 我幫你怎麼會跟上去 竟然叫我移車啊 我要賺很久才可以買這一台 好 謝謝哥 掰掰 掰掰 乾杯 нек經濺 我想看到 ério 你不知 那 homeless 我們終於看到乾爹的車了 我到現在還是有點沒辦法回來 你知道嗎 這台車跟我以往看到的小牛差太多了 我剛剛移車整個感覺也差很多 那因為之前有做過幾個乾爹的STO 跟這台車又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我覺得它臨介於STO跟一般Huracan的中間 它有可以戰鬥的模式 你要它舒適也是可以 你看光看它的外觀 其實就是一台Supercar 然後超級跑車 隨時可以下賽道 該有的配置都有 然後你看它的車頭 其實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我大概在一年半前 有在另外一個乾爹的車庫介紹 世界限量的Lamborghini Xi'an 它的車頭這個元素設計 好像就是傳承那個西洋的外觀 喔這個真的是超漂亮的 每一個細節都是藝術品 而且乾爹這台車 它的空車價我記得是1368萬 它選到2150萬 這個已經超過STO的價格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它選了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它滿滿的碳纖維 這個門板 整個都是Carbon的 像我們開車你腳踏的地方 這種細節你應該是不會特別去在乎它 乾爹竟然連腳踏的地方都選Carbon 整塊Carbon從前面延伸到椅子這邊來 貼了一兩張那個繁華的貼紙 整台車就是戰鬥感十足 然後又可以日常使用 會有這種輕量化的門板 都是像STO那種等級才會有的 或者是我們看那個Porsche的GT3RS 它用這種用拉的開門有沒有 然後這個椅子 真的我上次就講過 這是我做過最好做的賽車 整個除了是Carbon的以外 沒有電動的設備 只有前進後退 可是你坐上去 包覆性夠又讓你覺得不會太適應 可能這是Lambo這個Logo讓我覺得虛榮心作祟吧 我們坐上車去啊 乾爹選一個東西 讓我覺得真的真的超級讚的 這是我從這個後視鏡看到後面 直接看得到這個防滾架 這個防滾架 燒得比藝術品還藝術品 我可以一直看它三天三夜都沒有問題 連這個十二點鐘定位的方向 這個方向盤 這個也是都要另外選的 他跟我講了一個觀念 他說外觀你可以包膜你可以拉線 那些選配好像還好 但是內裝的部分 這一些都很難另外事後再改裝 所以他在內裝下了很大的功夫 坐上去我真的可以 體會到他的當初選配的心情 為什麼一台車可以選到兩千多萬 這裡有一個攝影鏡頭 他說這個是可以記錄你下賽道或是跑山的時候 你的車子的動態設定啊什麼的 你只要跑個幾圈 他就會給你數據回饋 可以在你每次做完成機之後 再看這些數據去做修正 等於他也有那種STO賽車的感覺 滅火器啊 都會駕在那個駕駛座或副駕駛座的下面 他的滅火器是放在防滾架下面的 這個跟以往我們看到 賽道化的廠車是不大一樣 可能是太多人的感受就是 你放在下面你自己在調整椅子的時候 會有點卡卡 所以他這次很貼心的放在這個位置上 然後他的前行李箱蓋啊 據我所知也是卡夢的材質 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 喔超輕的耶 超級輕 真的你看滿滿的卡夢 雖然他沒有像STO那整個往前先 那麼有侵略性又有戰鬥感 可是你看到這個卡夢 哇真的整個受不了了 而且他在整個車頭的設計上 已經顛覆之前Hurraken 610的感覺了 就像我剛剛一開始講 他是有那些洗樣的元素在上面 而且這個車頭 你看這裡有一些導風的設計 據官方數據來講 他車頭整個整台車的下力 好像提升不少 好我們再看一下他的皮膚 乾爹在引擎室方面也選了特別的 你看看這也是卡夢材質啊 這卡夢材質上面貼著一個 好像在宣告世人 這是莫戴恩的V10的一個Mark的上面 一個引擎放在裡面 然後透明的引擎蓋 任何角度看都是藝術品 啊這隻尾翼 他雖然沒有像STO那麼誇張 但是你不覺得他恰到好處嗎 整台車的比例協調性 也不算小 他算中型的尾翼 我覺得真的點綴的非常漂亮 而且我看這個烤漆的感覺 這一塊應該也是卡夢材質 再烤黑色鋼琴烤漆上去 我終於知道凹犬為什麼想撇車了 我終於知道凹犬為什麼想撇車了 這個排氣管也是用犬 這個消光啞黑 而且你看他的排氣孔設計 跟之前的Lamborghini不大一樣 它是六角形的 這個很誇張的後下老樓 這可見在高速行駛下的下壓力 應該會提升很多 有這個Diffuser 又有這個 我覺得算大 這個下壓力應該也蠻驚人的 再來這個鋁圈一般只有廠車才會去特別選這種 單孔式的快材式鋁圈 一般都是你會看到這邊有螺絲 可是你看它沒有它只有這一個 所以這個在賽車場上它是直接用特工鎖掉 鋁圈就可以換掉 馬上換輪胎 讓你快速趕快下場跑的一個設計 戰鬥感十足 數據上我覺得大家應該都 有研究車子都大概知道 主要是這個整體外觀跟乾爹選的內裝 我覺得想要特別讓大家知道一下 剛剛你也看到很多愛拍照的弟弟們 都被這台車吸引過來 看這台車的魅力真的很大 喜歡這個油脂的創作者就趕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發現其他這次報索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說吧 點擊下方觀看更多有趣內容